來我們切換一下 舉個例子 那依各位現在所看到的 那麼我們快速的 隨逼的用我們今天所教的 那麼組的一個機器人 所用的都是我們所教過的東西 那麼呢 假設我們現在覺得它太大或太小 我們要把它選起來 要把它縮小或放大 這時候啊你呢既然是整個 那你呢在這個模式這邊 應該框有摸到就算 然後呢我們選取物件 選起來之後呢 全部都選到了以後 我們再到這個旋轉的旁邊 這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縮放 點一下以後呢 那麻煩各位注意看一下 它這個縮放裡面啊 有幾個 好這縮放裡面有幾個結構 第一個 你看你是要順著X軸縮放 還是要順著Y軸縮放 還是要順著Z軸縮放 但是我告訴各位 你順著什麼軸縮放 都會產生變形的 因為呢就一個方向縮放是不對的 你會一起也會變形 你呢如果要等比例 要等比例的縮放 一起放大一起縮小 那你就要把滑鼠放在最裡面 把滑鼠放在最裡面 放在最裡面呢 我把它放大給各位看一下 按這個加 按這個加 好 好 有沒有 那麼呢在縮放的時候呢 記得你呢如果是要整體一起縮啊 你呢要用手動的方式縮 那你就要把滑鼠放在裡面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裡面 大概在這個圓點位置 這樣的話才代表它是XYZ 第三個軸同時 按住 拉下來 往上是變大 往上是縮小 注意喔 它這個就是實際上 就有縮放了喔 不是我們的畫面的關係喔 是真的變大或真的變小 所以你在縮放的時候要記住 如果要等比例的話 一定要放在這個圈 這個三角形的框框裡面 否則如果你是按住的是另外一邊 只要按住一邊啊 做的話會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就被拉扁了 被拉長了 所以呢請注意 還有旁邊畫面這個也不行 這個是用面的形式在縮放的 那麼這樣的話也會一樣會變形 我有放在正中央再去做縮放 才是一起等比例縮放 再來呢另外一種形式是用輸入的 我滑鼠放在縮放的按鈕上面 右鍵點一下 這邊比如說我希望它放 比現在還縮小百分之 比如我現在把百分之一百是現在的 現在叫百分之二 我希望呢縮小把它剩下現在 剩下現在的百分之六十 就六十按鈕 這就是它現在的六十 本來一百現在是它的六倍 當然六分之一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呢請多注意一下 不是六分之一 當然六百分之六十的大小 另外呢這邊的話你也可以用這邊 但這邊的話呢你要注意 要等比例的話呢 x走 y走 z走一定要一樣的值 不一樣的值啊 那麼它就會產生變形了 以上這就是我們縮放的一個指令 好我把音樂的聲音交給各位 好我把音樂的聲音交給各位